世界高中餐飲課在10月份前往韓國釜山 參加2018韓國國際技能人廚藝大賽 這項比賽一共有7個國家564位好手齊聚 為了這場比賽 學生黃正凱跟科主任黃志強練習超過100次以上 同時藉由各式的競賽累積經驗 從校內的競賽到縣市級的競賽到全國競賽 甚至就是這次的國際競賽都在我們的規劃中 只要是學校規劃中的比賽 學校將權而贊助學生 無論是在訓練的過程 或是在他們的參加比賽所需要的經費 都由學校這邊支出 到韓國參加這項比賽 不僅考驗創意 也考驗師生的體力跟耐力 因為許多食材必須由台灣攜帶過去 而且比賽過程也有時間限制 在衛生清潔方面更是主辦單位嚴格的重點 這一次我們呈現的主題是 以雙煮菜慕食的方式去做呈現 那慕食就是要打到非常的綿密 那我們把慕食可以做到四個層次的一個 四個層次的一個食材的呈現 然後最後這個呈現出來 你要在綿密裡面又要達到平衡感 最後做出我們整個整體的造型 其實在整個修的過程中 學生在做這些練習 其實做了不下百負的雞胸肉 這次得獎的作品共有兩項 分別是雞肉雙煮菜與海陸慕斯 為了備戰這次的作品 啟動跨群科合作計畫 由美工科林淵照老師指導參賽學生 展台佈置與畫面呈現 因為我原本本身的美感就比較弱一點 所以老師就會請美工科的老師來幫我上色彩學 跟美感的部分的加強 顏色的層次你是如何拿到 它可以做平均的分配 趁一定的量然後一層一層去疊上去 所以光這一道菜 你耗費了多少時間在做 整體 就這一道菜就好了 大概六十分鐘 世界高中為了拓展學生事業 學校已經啟動立足世界 邁向國際的計畫 國立學生踴躍參加學校所規劃的四級競賽 從校內定期比賽到縣市 全國技藝技能競賽到國際競賽 為自己跟學校爭取榮譽 拓展台灣技職在國際上的能見度 台破新竹萬事聯採訪報導